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也帮我们按赞 这位长发哥你在干嘛 好不容易留了这么长 给大家看一下 弄到前面来秀一秀 人家有一点嬉皮的味道 本来就是 我是台湾第一代的嬉皮 真的喔 对啊 你以前就是留长头发吗 年轻的时候 我退伍的时候 1976年 1976年就是民国65年 退伍的时候 我就在高雄开了一家 专门播放摇滚乐的一个 餐厅 有卖减餐的一些 我们的执照叫做冰果室 我本来是想开餐厅 但人家告诉我这个撇步 他说你申请餐厅是不会过的 就申请冰果室最方便 所以我们那个叫冰果室 但是放摇滚乐 然后卖饮料还有减餐 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就这么长 我可以等一下贴一点当年的照片 真的是老嬉皮啊 好啦今天要关注的焦点 依旧回到这个乌尔战争的战事上 这个 俄罗斯开始打这个盾巴斯之战之后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这个 盾巴斯地区是盾内刺客那个地方的战情 真的是越来越紧绷了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不仅仅是紧绷 非常的猛烈 非常的猛烈 对 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他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 他说 将乌克兰军队赶出盾巴斯地区 是莫斯科的首要任务 我们绝对优先事项 是解放盾内刺客 以及卢干斯克地区 这些地区现在被俄罗斯联邦承认为独立国家 他这个优先事项已经改了三次了 对 2月24号开战了 开战的时候 他是多点进攻 对 包括基辅 所以那个时候的优先事项 是要把基辅拿下来 对目标指指基辅 把基辅拿下来 把这个哲伦司机赶下台 对 然后换上一个他的傀儡政权 这个很清楚 是很清楚的 结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他们就是从基辅里面撤退 是 撤退在白俄罗斯里面 然后准备从哈尔克夫这一九亩 从一九亩这样切下来 这一条线切下来 把这一半拿下来 对 另外一半以后再说 对 结果这个目的也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 现在就是变成说往这边走了 对 就是北顿涅斯克这边 对 所以这是第三个优先事项 可不可以达成目标呢 我觉得 他达成目标的机会是有的 是有的 特别是现在 因为他把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顿涅斯克这边 对 现在主攻这个北顿涅斯克 这个城市 实际上顿涅斯克州 大概已经90%已经是被 俄罗斯军队占领了 一开始他就占领了很大一片了 因为本来卢干斯克跟顿涅斯克就有两个共和国 那他本来就在这两个州里面是一个 大部分 共和国在两个州里面 已经是一大部分了 所以 等于俄罗斯要在 攻其他这个州的其他部分是很 很简单的 他这个 他进军这个 乌克兰 用的理由 就是他承认这两个独立共和国 然后这两个独立共和国 根据拉夫罗夫的说法 是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51条 要求俄罗斯军队进来保护他们 很会讲 我觉得侵略者 什么借口都说得出来 不管怎么样 现在 盾巴斯这一带 我们讲过攻击得很猛烈 现在 乌克兰军队还在守最后一小块 但是 我并不乐观 也许几天之内 就会撤走了 其实上一期 我们上一期已经有讲过 已经讲过说是乌克兰是有可能要撤走了 对对对对 因为继续在 在那边守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像是马力坡 亚树钢铁厂一样 亚树钢铁厂一样 到最后继续守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 那 那 所以这个盾巴斯之战 到目前为止 对乌克兰来讲 是 显然是有点不利的 而且他们 在Karkiv那边也反攻 俄罗斯军队 我想可能是因为 泽伦司机前两天去那边 对他前两天去嘛 刚走没几个小时 哈尔格夫就遭到了那个炮击 对对对 听说现在俄罗斯军队又回来 差不多离这个Karkiv城市 大概15到20公里的地方 所以他那个炮弹可以打得到了 因为前一阵子他们退出去之后 他那个距离 他的炮弹打不到 对对对 现在又开始打了 那这个 我个人就是并没有这么悲观 对这个 乌克兰这个战争 我们始终认为 最后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乌克兰的 对 那现在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迹象 就是乌克兰军队在赫松里面反攻 对 开心听到这个新闻 真的开心 他们说已经拿夺下了两个战略重镇 那这个 这个两个地方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他们是俄军的补给线 所以他拿到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掐住这个补给线 俄军没有补给怎么打仗 所以就说这两个这一次的进攻蛮重要的 是是是在这个赫松上我想就是说这个也是乌克兰军队在战术上战略上的一个调整 对对 这个盾巴斯那边因为俄军的这个主力全部集中在那边就不跟他正面交锋 是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 烏克蘭軍隊實際上 在數量上、人數上 在軍事武器、設備上面 跟俄羅斯軍隊比較起來 還是有一個差距的 所以在現階段 還沒有辦法正面對抗 那就暫時那邊就是 盡量的抵擋就好了 那南部這邊 顯然俄羅斯的軍隊 都調到那邊去了 所以南部這邊是比較空虛的 當然它還是有軍隊 那從這邊反攻 我覺得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而且現在已經有成果了 而且你看我們從戰略地圖上來看 哈爾科夫其實 雖然說俄軍現在 戰略地圖 我們等一下方向給大家看 大家比較能理解 就是說你哈爾科夫那邊 雖然俄軍你剛剛講是有點進攻 但是基本上還是烏軍在控制 然後他下面這個 赫爾松的地方 他也開始在反攻 所以雖然中間這個盾巴斯 是有一點被他控制住 但是他只要前後兩邊 慢慢慢慢包招起來 對不對 然後這一邊 你說這邊本來的烏軍的這個手勢 你守住 不要讓他再往西邊擴 慢慢慢慢還是可以把俄軍給趕出去 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對 那這兩天有一個比較震撼的新聞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對 他講這句話我真的生氣耶 因為大家一直在傳 他是烏克蘭的堅定支持者 烏粉 烏粉 不公正的烏粉 就是一直在偏向烏克蘭 就是因為大家一直有在傳 說美國要提供 海馬式多管火箭炮火箭系統 給烏克蘭 那因為這個系統是可以打300公里的 所以大家就會想是不是要提供 是不是要提供 可是拜登今天出來講了 他說這句話是說 他不打算向烏克蘭運送任何 可能到達俄羅斯領土的火箭 也就是否決了他們要送這個海馬式 給烏克蘭的這個計畫 我覺得他講的這個其實還滿有意思 他並沒有講什麼海馬式 他只是說我們不會提供 可以攻擊到俄羅斯領土的武器 這個我聽起來很奇怪 對不對 他現在的M-乖乖乖 也可以打到俄羅斯 對 看你放在哪裡 對不對 你如果放在邊界 因為你看像那個哈爾克夫 是 對 俄羅斯邊界很近 很近啊 對 因為這個M-乖乖乖可以打到 最多可以打到40公里 對 你佈置在邊界 你就可以打到他們 是 當然啦 其實我覺得拜登這個講法 滿符合美國從開戰之前到現在的立場 哦 滿符合的 就是說 大家記得吧 開戰之前就想美國不派兵嘛 對 是 對不對 嗯 就是不親自介入這些東西 對 是 那這個講法就是說 美國不願意把這個戰爭升級起來 對 而是說 在讓這個戰爭在烏克蘭境內就解決 嗯 美國跟烏克蘭的目標是一樣一致的 其實是一致的 對 就是要把俄羅斯軍隊趕走 是 打敗 打敗他 不是趕走 打敗他 打敗他 然後兩個的這個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嗯 烏克蘭就是要把俄羅斯軍隊趕出去嘛 是 收復司徒 是 美國呢 是要在烏克蘭境內把俄羅斯拖垮 哦 這不是美國的 就是美國一直的這個 對 他的目標嘛 他要把他拖垮 是 對不對 包括拜登 布林肯先後都表示這種這種意願 是 美國國防部長講的最具體 是啊 他說我們要把俄羅斯 讓他無法再重建 對 削弱他的軍力 讓他無法再重建 要怎麼削弱呢 因為烏克蘭不可能打到俄羅斯裡面去 對 美國也不可能參戰 讓他 要怎麼削弱呢 就是在烏克蘭境內把它削弱 嗯 不就是這樣子嗎 嗯 對 這個如果說想通這一點 拜登講的這些話就是比較清楚了 嗯 另外一個我個人是認為 對 以目前 這個美國 跟這些西方國家 願意提供的武器 已經足以讓烏克蘭達到他的目標了 哦 已經足以了 只是時間上可能要久一點 要一點時間 對 因為烏克蘭接收了這些武器之後 他也要人去操作嘛 對 對不對 其實我想這段時間以來 他一直在訓練他的後備兵 是 就是補充這個兵員上來 是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赫爾松這邊開始反攻 嗯 而且現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出現了一些新的武器 嗯 這些新的武器 顯然是新進的這些兵員來操作的 對 對 那 因為烏克蘭方面先前就講過 他們的反攻會是在五月下旬跟六月上旬 這段時間裡面 嗯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已經在這段 對 赫爾松這邊開始 是 所以 可以預期 預期還會有更多類似的行動出現 是 嗯 那我要再強調一遍 我一直是看好烏克蘭 會獲取最終的勝利的 嗯 除了這個戰士之外 其實很多人對於普丁的身體狀況 也是有很多揣測 對不對 前兩天那個英國媒體就說 其實普丁已經死了 現在出現的都是替身 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也太八卦了 就是根本不靠譜 就是 對不對 完全就是自己編的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啦 我也從來不相信 我從來不相信 我們在節目裡面也講過嘛 對不對 普丁的身體沒有問題啦 嗯 也沒有變神經病 對 他如果身體出現問題了 得了絕症了 嗯 或者是他精神壓力受不了 真的失常了 真的出了問題 那就麻煩了 早就已經核彈就攻過來了 對 那就麻煩了 他就真的會不择一切手段 反正我已經 我已經活不久了 對啊 我乾脆跟你 對不對 對 魚死亡破啊 正是因為他身體沒有問題 嗯 他還是理智的 是 他的理智跟我們當然不一樣 對 他的理智是要把烏克蘭打卡吧 啊 但是呢 他這方面還是正常的話 他就不可能用核彈 對 他也是要為他自己外的政治前途打算 對 因為他的身體不會有 沒有什麼 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 包括類陣子 不是什麼抓到桌子 對啊 然後抿嘴巴 什麼的之類的 對 抿嘴巴 我講過抿嘴巴是因為他吃的東西 還沒清乾淨嘛 對不對 壓力大是一定嘛 壓力大當然有 當然有 但是有沒有到失常 倒是不見得 不至於 不至於是這樣 一個這麼大一個國家 他是俄羅斯掌權了二十多年嘛 他的抗壓力 比你我都要搶得太多了 搶人太多了 他前兩天還不是去黑海度假嗎 對啊 跟那個白俄羅斯總統 在那邊聊天 現在全世界他就一個朋友 就是白俄羅斯的總統 是 那個總統前一天還拆他台了 對啊 不想說你這個人 前兩天還講你大哥壞話 他講 他拆了這麼多事 他還是要跟他去度假 因為沒有人了 沒有人 對 將來這個戰爭打完之後 普丁也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對 他可以出去玩的地方 大概就是白俄羅斯 跟中國 北京 還有 朝鮮 朝鮮 對 他其他地方都去不了 去不了 好啦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歡我們 各位知道為什麼今天草草結束 為什麼 因為他還看籃球 不要這樣 不要拆我台 都講出來 我還沒講完你就 好啦你講講 你很怕耶 在摘我的台 真的 我們也沒有稍少結束啊 該講的都講了 對不對 好啦訂閱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就這樣子囉 那這邊以及我們的影片說明欄 都會有推薦影片 歡迎點閱收看 謝謝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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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